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申请下来个人身份的微信开发者账号 那么这些课咱们就可以创建微信小程序项目了 有很多会一点前端开发的同学觉得原生的微信小程序它的语法用起来特别的别扭 比如说我们想要获得文本块里面输入的文字 如果按照前端程序的设计思路 首先咱们是要找到这个空件的DOM对象 然后调用这个对象的Value属性 一次性获得文本块里面输入的数据 但是原生的微信小程序它的API偏偏不是这么设计的 官方只提供了键盘事件 用户每输入一个字符就执行键盘一次 然后你要把用户在文本块里面输入的这个字符拼接并且保存到别量里面 然后一次性从别量里面才能提取出来 你这个文本块里面到底是输入了什么东西 你说这种做法有多麻烦吧 所以现在用原生语法开发微信小程序的人已经很少了 这里我们使用UIPP这个移动端框架去开发微信小程序 只要你稍微会一点Value的语法 就可以轻松上手开发微信小程序了 各位同学我现在打开了思维导图 那么利用这个思维导图我来讲一下这节课的主要任务 那么这节课咱们是要创建一个小程序项目出来 在创建项目的时候要选择使用UIPP这个移动端的框架 然后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咱们要填写一下我们小程序的APPID 上一节课我让大家保存了自己小程序的APPID和密钥 那么在这创建项目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APPID 那么各位同学一会儿咱们把自己的APPID填上就行了 利用HBuilderX工具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移动端小程序的项目给创建出来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先体验一下这个小程序运行的效果 那么咱们在HBuilderX上面可以编译运行这个小程序 那么无论是在模拟器上去运行 还是在真实的手机上面运行 你都能看到对应的结果 看过了小程序运行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简单的了解一下UIPP这个移动端的框架 那么UIPP它是一个基于VOE的跨平台移动端框架 因为这个移动端框架是用了VOE的语法 所以很多会一点VOE开发的同学上手这个UIPP框架非常的容易 所以咱们这个UIPP框架学习成本是很低的 如果你会一点VOE语法 那么你看半天文档 基本这个UIPP移动端框架就可以掌握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UIPP移动端框架的跨平台性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HBuilderX工具 把UIPP项目呢编译成各种移动端的程序 比如说呢可以编译成微信小程序 编译成支付宝小程序 或者说呢编译成QQ小程序 甚至说呢编译成H5APP啊 AndroidAPP或者这个IOSAPP都是可以的 甚至说呢你可以把咱们这个移动端的项目编译成H5网站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各位同学我现在啊打开了手册文档 那么这一集视频呢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三章第二小节 那么咱们再去创建小程序工程的时候 那么把这个工程啊 咱们选中使用UIPP这个移动端的框架 那么这个项目的名字比如说就叫做一帽子微信吧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工程存放的位置 再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工程是否要使用一些模板页面 那么在这呢咱们就是选择默认模板就行了 接下来呢咱们就直接点击创建 这样子呢很快这个HBO的X工具啊 就会把工程给我们创建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工程里边的 manifest.json文件找到 这个json文件里边呢咱们是要去保存一样东西 那么把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呢 咱们要往这个文件里边去保存咱们小程序对应的那个APPID 那么你把你自己的APPID呢复制粘贴过来就行了 这样子呢咱们这个小程序的工程啊 就有了它对应的APPID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要编译运行这个小程序的项目 那么咱们这个HBO的X在编译这个UIPP项目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项目的输出到微信开发者工具上面 所以在这呢咱们首先呢是要把微信开发者工具啊启动 并且呢你用微信扫码登录一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回到HBO的X上面 那么咱们来运行一下这个小程序的工程 在这呢咱们点击运行 然后呢选择菜单里边的这个运行到小程序模拟器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把这个项目编译成微信小程序来运行 就是选择第一个选项 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把这个UIPP移动端的项目呢 编译成其他的这个移动端程序来运行 比如说百度小程序啊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啊 QQ小程序啊等等等等吧 你看这个UIPP移动端框架真的就是跨平台的对吧 好了同学们下面呢咱们启动HBO的X 我们去创建一下小程序项目吧 我现在打开了HBO的X工具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去创建一个小程序的项目 在这点击新建然后选择项目 那么咱们这个移动端项目要使用UIPP移动端框架 所以在这呢咱们选择一下框架 接下来呢就是给这个项目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呢叫做emouse横线微信 好了我去点击创建这个按钮 那么一瞬间呢这个小程序的项目呢就创建出来了 那么HBO的X工具呢帮我们创建的这个小程序项目 并不是空的这里边呢自带了一个页面叫做index 大家看一下在这有index.voe文件 我把这个文件打开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里边呢是标准的voe文件的格式 在这呢是template的标签让你定义试图层的内容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script的标签 让我们去写js代码的再往下呢就是script标签 我们可以定义各种的css样式对吧 这个跟我们平时写前端的voe文件呢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我把这个文件呢先关掉 咱们首先呢去看一下 在这有manifest.json文件 对你把这个文件打开之后 那么咱们找到其中的微信小程序配置 点击一下 然后在这个文本块里边呢 同学们你填写一下自己的小程序BPID字无串 好我把这个字无串粘贴过来 这个文件会自动保存的 那么我把这个文件呢就关上了 那么各位同学正是因为咱们这个工程里边 自带了一个index.voe页面 所以呢一会儿咱们这个小程序运行的时候 就会运行这个voe文件了 我们大致看一下这个文件里边都写了什么 在这儿呢是用了image标签啊 引用了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叫做logo.png 那这个图片在哪呢 同学们请看 在这儿有Stydic文件夹 里边呢放了一个logo.png文件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啊 就是一个logo对吧 那这个图片呢被引用到页面上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will标签吧 这个will标签里边定义的是一个tags标签 就是写了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呢是插值了变量的内容 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title变量在哪声明的呢 就是在这儿声明了一个title变量叫做hello 当然你把这个hello的文字改成你好也可以 那么这个title变量的值呢就被插入到这个小程序页面里边了 那么各位同学看来呢这个index页面的内容啊都是挺简单的 那么咱们就把这个小程序工程啊给运行起来吧 好了咱们去找到菜单里边运行这个选项 然后呢咱们找到运行的小程序模拟器 就是把咱们当前这个项目编译输出到微信开发者工具上面 微信开发者工具呢自带了小程序的模拟器 所以呢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在模拟器上面运行的小程序项目了 当然了通过这个微信开发者工具 你也可以把微信小程序呢刷到手机上面去运行 在点击这个选项之前各位同学一定要确认 你的微信开发者工具已经成功的启动并且登录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点击这个选项开始执行一下编译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下方的这个控制台 就是在输出一些日志的内容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看到了 现在这个微信开发者工具啊自动弹出了对不对 好我把这个工具最大化一下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这个小程序模拟器上已经显示了index这个页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页面里边呢是嵌入了一个图片 就是那个logo图片 下方呢是用插值的方式把变量的值呢输出到页面上了 就是那个hello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模拟器呢显示的尺寸呢是iPhone 5 那在这呢我是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机型比例 比如说呢这个iPhone 10啊 大家看一下尺寸就变大了 包括上面的这个刘海也出来了对不对 好了这个呢使用模拟器的方式呢运行了一下 咱们小程序的工程 那么接下来能不能在真实的手机上面运行这个小程序呢 没有问题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在这儿有这个预览按钮 那么你点击一下这个预览按钮 那么稍等片刻咱们这个小程序工程会上传到微信平台 然后在这儿呢出现了一个二维码 那么同学们你打开手机用微信扫描你自己本地的这个二维码 那么你的手机上面就可以出现并且运行这个小程序了 大家需要注意是扫描你自己本地的这个二维码 你别扫描我这个二维码 好了同学们你扫描一下二维码执行一下这个小程序吧 各位同学我现在又回到了手册里边 刚才呢我们用HBO的X工具啊成功的创建并且运行了小程序的项目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UIPP这个移动端的框架吧 至于说UIPP这个移动端框架 各位同学啊抓住它两个特点就行了 第一个呢是基于VOE的语法 第二个特点呢是跨平台 关于这个UIPP移动端框架更多的介绍 那么同学们可以访问它的官方网站 在这呢我就是简单的说几句 这个移动端框架的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用上了VOE的语法 那么我们熟悉前端开发的同学啊 不需要怎么去额外的学习 基本上花半天的时间简单的阅读一下文档 那么就可以上手UIPP这个移动端框架的开发了 学习成本上呢还是很低的 包括刚才我们创建出小程序项目之后啊 打开了index页面 我们发现它跟我们以前写的前端的VOE页面的内容几乎是相同的 比如说有这个template的标签啊 有这个script的标签还有style标签对不对 包括这个小程序的工程结构 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前端的工程结构 包括一些文件的名字几乎是相同的 所以说呢熟悉前端开发的同学啊 那么是非常容易上手开发这个UIPP小程序的 那么再往下呢我谈一下这个移动端框架的跨平台性吧 借助于HBu的X工具 我们可以把UIPP的项目编译成各种移动端的程序 比如说呢编译成这个微信小程序啊 支付宝小程序 今日头条小程序 QQ小程序 iOSAPP Android BP等等等等吧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下面的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呢演示的就是一个UIPP的移动端的项目 编译成各种各样的这个移动端的程序 比如说呢编译成这个Android BP啊 编译成这个iOSAPP 或者说呢编译成这个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 那么再往下呢 还有一些什么百度小程序 今日头条小程序 QQ小程序 叮叮小程序等等等等吧 各位同学看到了 同样的一套项目 经过编译呢 就可以输出成不同的移动端类型的工程了 比如说一家公司要开发移动端的程序 那么它势必是要组建Android开发团队 还有这个iOS开发团队 如果说想要开发小程序的话 还要再组建一个小程序的开发团队 这样子呢 才可以保证三个团队开发的这个成果 可以同时上线发布 但是现在有了UIPP移动端框架以后 那么一个公司啊 就不需要这么多移动端的开发团队了 只需要组建一个开发团队就行了 那么需要编译的时候 咱们只是少量的修改一下代码 那么咱们这个UIPP的项目 就可以编译成AndroidPP啊 或者这个iOSAPP了 对于企业来说的话 那真的是节省了真金白银的开发成本 对不对 所以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喜欢UIPP这个移动端框架 不是没有原因的 现在呢 我们只是把这个UIPP项目给创建出来了 那么至于说UIPP项目里边的语法怎么写 那么各位同学 下一节课我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各位同学 咱们就下节课再见吧